西蒙已经开始进行来界大选一席分配的谈判 而公正党不排除将和巫统合作 随着巫统最高理事议决在来界大选不和土团党合作 那公正党主席纳豆斯里安华就说 公正党愿意和任何拒绝贪污 并照顾全民的福利的政党合作 那他表示公正党将强化竞选机器 拒绝暴行和背叛 他说目前尚未出现任何与政党合作的问题 那只要能够接受公正党理念的人 都能够和公正党同在 那公正党通讯主任凡米认为 公正党不排除将和巫统合作 但是巫统不可以违反公正党的原则 记者向他询问西蒙在来界大选的 一席分配谈判进展时 法媒表示西蒙已经展开一席分配的谈判 在来临的几周内 委员会将把相关的进展提成至西蒙主席理事会 对于公正党和巫统的合作 是否是一段健康且长久的关系呢 我们现场连线给时评人蓝志峰 听听他的分析 志峰你好 安华口口声声说 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拒绝贪污 那如果巫统愿意跟安华合作 那同时也违背了公正党的原则 那你认为安华会接受吗 宣慧你好 其实蓝眼跟巫统合作 我觉得大家无需大惊小怪 看回去年二月喜来登政变之后 安华一直想要重夺政权 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拉拢巫统的议员跳槽 或者是争取整个巫统把他拉过来 当然后者的风险比较大 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么来到去年九月的时候 安华说了他有强大稳定和据说服力的多数 其实拉过来的议员都是来自巫统 事后的发展也证明 安华只能够拉到巫统的议员而已 那么再看回去今年一月 两名巫统议员撤回对慕尤廷和国盟的支持 让老慕的政府陷入少数 后来二月尾的时候 两名蓝眼议员转态支持国盟之后 双方又扯平 如今的政局发展充满着变数 政客们都极度的短视 脑袋中没有了下一代的思维 眼前只有下一场大选而已 这就是政客和政治家最大的分别 当朝野政党都把目标放在下一场选举的时候 再加上难以预测的局势发展 政党之间的合作就变得了非常重要 这里值得合作涵盖范围是非常广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简单理解的话就是 只要不是对手 彼此就能够合作 就算是碰到对手 也能够有某一种形式的合作 如今的政治已经发展到一个 以选举为最高指导原则的情况 只要符合选举利益的话 就可以合作 不理其他的这个事情 其他事情不再考虑范围当中 那么至于那些政党的理念 终止目标 中心思想 原则方向等等 这些就留着吧 就暂时隔在一旁 大选是派不上用场的 最重要还是要赢得一席 只要符合选举的利益 就可以合作 但是合作归合作 人民是不是能够接受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民对于这种立场不坚定 甚至是合作关系 好像Roddy Janai这样翻来翻去的政党 难免都会有一些抗拒 那想问说 在这场合作可以怎么样去赢得选民的心呢 之风 我们再来看看之前的 不说远的 就拿这五年来 当西蒙跟马哈迪合作的事情 拿这一个例子来说就已经够了 过去老马一直被批评为 是独裁霸权贪污腐败 令到马来西亚的制度崩坏的始作俑者 不过很多人都愿意给西蒙和马哈迪一次机会 让安华跟老马来一场世纪大和解 同时林吉祥林冠英也跟老马和解了 大家为了共同的敌人彼此携手合作 最终打败纳吉的盗贼统治 这是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吧 所以朝野之间的合作已经是常态 关键在于你的论述能否吸引民众的想象力 当老马加入西蒙 领导西蒙的时候 西蒙的主要论述是 救国 打击贪腐 废除GST 承认同考等等 那么这些论述和主张赢得了选民的共识 这些论述和主张赢得选民的认同 同时让西蒙缔造历史 成功改朝换代 那么如果现在蓝眼跟巫统合作 他们的论述又是什么呢? Come on! 不要再来什么救国了 你一再提救国的话 你会被选民骂 因为你的国家 你救不了过去的经验 也说明了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救国 那么接下来的政党合作呢 彼此之间的合纵连横 必须是要向选民提前做心理建设工作 比如说不能贸贸然的突然间杀出一个 Are you ready? 比如说霹雳州行动党突然之间来个 Are you ready? 大家都还没有ready 这是一盆冷水浇下来 双方的支持者都会有很大的反弹 心理上接受不来 好的 谢谢志峰 希望政党间的合作要提早告知 选民不要到时候有惊无喜 感谢志峰